统统都有典故 蟹螃蟹肉加入蛋白 还有慈禧最爱的牛奶 放入温锅里慢炒 具有美白功效的 瑶池春水螃蟹 是青草慈禧宫廷宴必备 下一道老佛爷百鸟嘲讽 先把上针凤的鸡肉 用高温烫熟 再炒干贝还有蟹黄 慢20分钟 皇帝当年献给太后的祝寿宴 正是这一道百鸟嘲讽 据说慈禧吃了赞不绝口 白鸟奔飞很热闹 对那就是我们现在用是青江菜 代替当时的小鸟 让它看热闹非凡 也是注作为一道菜 慈禧爱美食宫廷料理道道讲究 像是有一年得了厌食症 就是靠这道开水炖白菜 不要而喻 还有燕窝八仙汤 里头有燕窝鲍鱼鱼肚等八种食材 使当年慈禧六十大壽的时候 孔府进贡的佳肴 听说是慈禧很喜欢吃的 那我觉得女生喜欢那个蛋白 然后跟蟹肉还有就是那个蟹黄 全部融在一起 然后清朝起来是非常清淡的 当然讲到清朝宫廷菜 不得不提的还有北京的利家菜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锅包肉 把猪肉切片先腌过 再裹粉下锅油炸 起锅后加入酱料拌炒 另外还有用啤酒制作的啤酒鱼 一百年前就能有这样的创意 因为利家的祖先是慈禧身边的内务府大臣 最懂得如何讨好慈禧 如今这些菜吃在嘴里 仿佛当年宫廷般的待遇 却是人人都能享受 三星五官电视频怎么到 好 接下来来看的是一年一度